天生文有才你准备了什么 我准备了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热情 你刚刚明明知道自己起调起错了 你为什么要将错就错 因为我那个歌词 我确实不善于记歌词 既然记不清歌词 为什么要唱 就想 毫无自信 你不是一个回归职场的状态 的确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 请上课堂 你如何看待一旦辞职了 好像周围的前同事 都像不认识你一样 我觉得这道题的话 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感触的 但是我不觉得就是说前同事好像就不认识我 只是可能联系的少了 但是我找到之前的同事 或者找到之前的朋友 还是能够找回之前的那种工作状态跟 这个问题说的不是你 这个问题说的是这个问题 但是你把自己就带入进去了 没关系 这也是一种回答 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 在什么样的前提下 前同事都会不认识你了 因为可能从工作关系上没有联系了 或者就是我自己的状态跟他不同 不同平了 如果说你离职了 前同事不认识你 绝大多数还在找到自己的原因 不是光是工作上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之前的为人处事 跟同事们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 可是职场里面也很多人离职了之后 还从朋友相互介绍工作 相互在一起交流 对吧 而你瞬间把你自己带入到 这个提的情境当中 其实你的状态 就正如你今天整场应聘一样 你看似你融入了这个职场 其实你真正还没有融进去 你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 可爱吗 可爱 怎么可爱 你说来听听 我比如说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然后我先告诉他原因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会告诉他你要做得更好 然后他会跟我承认错误 说妈妈对不起 然后就过来 然后抱着我 然后说妈妈会保护我 很幸福 这件事情值得记录吗 值得记录 为什么没把它拍下来 当时沉醉在当下吧 没有想着要去拍下来 你可能选错了行啊 姑娘 对 我感觉看着你好累 就不知道你心里压了什么东西 让你对 他选错了行 对 甚至在你聊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都偶尔笑一笑 那你没有表达出你的情绪 没有表情 我不知道你承担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想去记录 不是不是 我觉得 我不是不想去记录 就是 我觉得不想在孩子 就是面前一直拿着手机 记录我是给他拍了一些小视频 我觉得很好玩 不是不是的姑娘 陀老师并不是想问你 你给你的孩子日常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的职场上 每个问题都是职场问题 这个故事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 出一个职场的题 都不如这个场景 你最熟悉 可是你没有讲出一个完美的故事 就是因为我还是觉得 他的专业背景 还有他之前的工作业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他这种人格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小考拉一样的老好人 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永远都活不成 那种激情思义的 孔雀型人格的人 那也不要去逼自己成为那样 因为我们永远给不了别人 我们身上没有的东西 很多人他就是 不是这种体质 他也很难变成这种体质 来 这样啊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反正我们今天是要 看看你是否上一座短视频 对吧 你就说出哪怕是两个 目前短视频平台上 最火的片段 大家都在学的 沙雕风 那是什么 看过吗 没有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 画画了baby 知道吗 奔走的小野马 带刺的玫瑰 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看他都不知道 你说怎么做短视频 你一定要知道短视频的风向标啊 就往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你会做公众号吗 没做过 你有给公众号投过稿吗 没有 给自己的自媒体微博写过短文 或者是中长文吗 没有 但是我很想做这方面 你拍这个你行不行 还有一个你进过组 你原来跟过组没有 就这两点 我跟过组拍过剧组的纪录片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说职位 我给你的岗位的话呢 是八千 然后的话呢 在深圳 工作地点在深圳 来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精灵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呢 深圳去不了 谢谢 谢谢老师 再见